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至极代表捐赠近丝多功能浮会床共137具 县长为民谷感谢此季慈善事业基金会 对消防局的支持与肯定 在今年的2月6号台南大地震 我们也去到现场去救灾 我们救了一个生患者 五个灵难者 那我们弟兄救灾的时候还是要休息 所以睡在地上 所以看起来觉得很不舍 那我们职濟人捐赠这样一批的护卫床 大家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睡 然后恢复体力 又能够加入救灾 那一些灾民就已经很苦了 那睡了地下 都湿湿的 有时候都会积水 所以这个护卫床我们也可以捐赠给灾民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床可以睡觉 张华县消防局的消防人员去振灾 那我们职濟人看到消防弟兄累了之后 用纸板躺在地上休息很不忍 所以我们有赠送辅惠床的这个因缘 近似多功能辅惠床可折叠收纳 方便携带且材质坚固耐用 除有利于平时训练及救灾时使用 更提供消防人员勤务执行过程中 较完善休息空间及品质 消防局将依请务需求配置 希望在执勤灾害救援工作上 发挥最大功效 以保护更多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公益频道林俊明 袁林采访报道